青年演员肖战当选2022世首帅,连续三年蝉联,足见肖战的优秀,肖战的颜值和气质也非常符合世界范围内的审美。 然而作为影视编剧的汪海林,发文质疑是首帅的韩金亮,还评价青年演员肖战要走正道,切记炒作,这番话是什么意思,肖战没有走正道,太莫名其妙。 影视编剧汪海林发文表示,年轻演员要走正道,不要把心思放在炒作上,纯粹是自吹自擂,亏不亏心,要把戏演好,对此只想说一句胡说八道,简直不要太可笑,暂且不说这项荣誉是不是具有含金亮, 为什么说肖战没有走正道,肖战做了什么亏心事吗?至于炒作就太可笑了,肖战根本不需要,很客观来说,肖战就是问心无愧的实力派演员,肖战一路走来,真正诠释了励志二字,但凡有一刻,肖战选择了放弃,都不可能走到我们大家面前。 肖战的正向引导,身先士卒,带动粉丝,总之,轻者自轻,肖战是什么样的人,大家心如明镜,喜欢肖战的粉丝越来越多,小飞侠队伍越来越大,就可以说明问题了。 再退一步讲,总会存在一些人诋毁和攻击肖战,这不可避免,从始至终都会存在,对此只想说存在没有问题,要知道,根本不可能给肖战带来麻烦,肖战一定会越来越好,见怪不怪,也无所谓了,肖战值得喜欢和支持。 感谢观看